今年国庆中秋小长假比往年都更火爆 与春运不相上下 看着几乎被人填满的高铁站 网友们也纷纷开玩笑 高铁站路面都要下降两厘米 到底是哪做成事空了 节假日的高铁票怎么就那么难买呢 或许提到这个问题 很多人脑子里跳出来的第一罪魁祸首 应该都是票贩子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黄牛 黄牛确实是大多数普通人抢票路上的拦路虎 为了遏制倒票贩票 这么多年来 铁路部门一直都在和黄牛斗智斗勇 先是早在2010年 我国铁路部门就推行实名制火车票的政策 购票时必须要填写身份信息进行实名认证 登车检票时也要核对持票人是否与购票人一致 保证做到了人票证合一 按道理来说 有了这么严格的实名制政策 黄牛应该在无用武之地了 毕竟就算他们能够抢到票 也无法倒卖给他人使用 但是黄牛还是很快找到了 规则的漏洞 钻空子更新了他们的业务模式 继续敛财 比如黄牛利用多张身份证 在购票平台上早早锁定多个作息 一放票就将大量票收入囊中 因此许多抢不到票的乘客 都迫不得已 只好将希望寄予黄牛身上 当有人愿意出高价买票时 黄牛就会把自己手上的票退掉 然后立马用别人的身份信息 抢购刚刚退掉的票 拼的就是一个手速 当然这种极限操作光靠手速也是不行的 黄牛还会通过技术升级 用更好的网络和服务器 同时使用可自动秒抢票的小程序 在深夜无人的时候放票 当一般人的抢票页面 还来不及显示有退票的时候 刚退的票就立马又被黄牛 用客户的身份信息拿下了 为此操碎了心的铁路部门 又在2019年推出了后补服务 让所有乘客都能24小时系统自动抢票 取缔了黄牛的技术优势 那这时就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 为什么黄牛从一开始就能抢到大量的票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以前的高铁票或者火车票 要提前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就开始预约售票了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出行的计划很少会提前那么早规划 就算提前那么早就有出游的想法了 现实生活工作上的各种不确定因素 也让人很难提前太多下决定 所以一开始放票的时候 鱼票还是会有很多的 这就给了黄牛可乘之机 反正他们不用考虑时间问题 只要一开始放票 就立马预定大量票 等着临近出发时间还抢不到票 又实在要出行的人花大价钱找他们买票 铁路部门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于是从2022年开始的高铁票预售时间逐渐缩短 一般来说只是提前半个月才开始售票 这样的一番操作下来确实起了作用 黄牛的数量大大减少了 但一票难求的现状 还是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 铁路部门拼命打压黄牛 节假日的高铁票 为什么还是一票难求 一方面经历了三年的压抑 大家迫切的想要四处走走的愿望 愈发强烈 而大部分人旅游出行的首选都是高铁 这就造成了高铁运营的供不应求 高铁为什么广受欢迎呢 首先自然是大家都明白的价格问题 我国的高铁铁路都是国营的 基本不以盈利为首要目的 所以我国的高铁票价 放在全世界的交通出行方式中 都是比较便宜的 其次我国高铁建设技术相当成熟 高铁的舒适性也相对来说比较高 比起遇到气流容易颠簸的飞机 高铁的稳定性可以说是相当能打的 对于容易晕车的人来说 简直是不可替代的救星 而且高铁上通常是能够联网的 也就意味着无聊的旅途时间更好打发 这时候也许就会有小伙伴说了 那既然需求这么大 那多修点不就好了 我国可是一向有基建狂魔的称号 修个高铁还不容易吗 那确实在高铁建设上 我国绝对遥遥领先其他国家 仅从2012年至2022年10年间 我国高铁的运营里程 就从不到1万公里增加到了4.2万公里 然而即使我国高铁建设到了这种地步 还是抵不住铁路运量 每年都在创新高的盛况 就拿今年的国庆中秋小长假来说 黄金周车票开售第一天 当日售票量就达到了2287.7万张 直接创造了我国有史以来 单日铁路售票量的最高纪录 在这种高需求的背后 别说是铁路的修建了 很多条热门旅游路线的 高铁动车发车运营 都已经是超负荷运转了 比如说我们都比较熟悉的金户线 在2020年 单日单向发车数量 就已经达到了134趟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也就是说 金户高铁从早上6点到晚上23点之间 17个小时连续不断的发车 平均下来 大约每7.6分钟就要发一趟车 如果再把凌晨的低风期去掉 再算下来 每天早8点到晚8点的高峰期内 每辆动车的发车间隔不超过5分钟 就算在这种情况下 金户线沿线运行高铁 还是一票难求 所以说 要想解决我国高铁供不应求的情况 根本不是光靠多件就完了 能决定的 高铁一时半会儿 没办法多起来 三多周少 普罗大众就只能各显神通了 近些年来 就有不少第三方购票平台 相继推出了全天候24小时抢票 和付费加速抢票的功能 总结起来就是 一键使用超能力提高抢票成功的概率 例如某平台实行阶梯服务及价位 抢票速度从快速 高速 急速 光速 到VIP不等 相对的 速度越快 价格越高 价格从10到80元不等 平台会赠送助力包 也可通过邀请好友获取 该平台还推出专人抢票功能 使用该功能可以24小时不间断 通过更多渠道抢票 提高抢票成功率 此外如果需要指定靠窗 靠过道等位置 还需要付额外的费用 购买过的乘客 对于加速包的评价 也是褒贬不一 有的说确实买了加速包 终于抢到票了 有的人却说加速包没什么用 即使购买了也抢不到票 但实际上 12306官方表示 从来没有 也绝不可能给第三方平台 优先购票权 那所谓的加速抢票服务 究竟是什么 难道只是个 让购票者多花钱的幌子 据第三方平台的客服解释 所谓的加速抢票 其实就是增加刷票的频率 也就是说 相比于普通抢票 你可以更快的进行刷票 举个例子 普通情况下 每秒只能刷10次 但购买加速服务后 至少能够刷50次 也就是说 实际上当有一张票的时候 并不会优先把票 给购买了加速包的人 只是购买了加速包以后 因为刷票的频率会更高 有可能会比 没买加速包的人 更早一点刷新出这张鱼票 可能就更容易抢到 除此之外 第三方平台推出的服务 也不乏各种双通道抢票 加速VIP包 琳琅满目的附加服务 至于他们的效果如何 值不值得购买 最后也只能说是 见仁见智了 我国目前也在不断扩建铁路中 但是未来 抢高铁票要面对的 不仅是旅游欲旺盛的国人 还有第三方平台的各种花样 以及扫不尽的黄油 要想完全脱离买票难的问题 激进狂魔 也还是要加上科技辅助 每天嗨科普 我是闪电歌 咱们下期见